吴林娜 文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您来关心 即将迎接农历新年 花莲县政府将在2月3号到8号 在花莲的日出巷歇大道来举办 2024花莲年货大街展售的活动 提供民众采买年货 农特产 年结伴手礼 另外还有知名的年货排队商家的注点 最搭配优惠的促销 摸彩等等的好礼 期盼提供花莲民众的新的采买选择很去处 串联东大门夜市 中华商圈整合夜市金三角 便与太平洋灯会结合 2024花莲年货大街展售活动 将于2月3日至8月为期6天 下午5点至晚上10点 于花莲日出大道开卖 1月23日举办活动宣传记者会 现场满满浓味 展示多样摊位 今年还升级满额好礼四重送 有得买有得逛 还能抽奖兼玩乐 2月3日至4日并在现场办理 2024花莲年货大街欢乐庆隆年会画比赛 我要谢谢农业处 每一次都办得非常红红火火 尤其是我们的百大伴手礼民店 又从我们观光处举办出来之后 这一次也结合了年货大街 让从全国来的或观光客 能够看到百大伴手礼 而且不用排队 直接到年货大街现场就可以买得到 看得到吃得到 另外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结合了我们相当多的花莲在地的农与会 以及我们在地的刷楼杰 让我们大家能够来到年货大街 就知道花莲的风土吃到花莲很好的山珍海味都在年货大街 记得办年货一次到年货通通看得到买得到 还有可以惊喜大奖让人收 那今年的话我们总共有90个摊位 那总共有86家的一个伙伴一起来餐 那今年的话报名非常的踊跃 那今年的话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排队民店 像是我们的花干山剥皮辣椒 杜林先生 那摩斯汉堡 然后还有小羊工作室 这边都有来一起共襄盛举 希望能够让在花莲里面需要排队的民店 在我们年货大街能够来展出 让民众可以在年货大街一次买足所有需要的一个伴手礼 还有年货产品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办了一个花莲年货大街的绘画比赛 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在2月3号4号的时候会有发画纸 那朋友记得要到我们年货大街这边来 做报名 那后续的话作品收回来之后呢 我们会透过消费者来做一个人气票选的活动 那奖品会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些农特产品的形状的乐高 希望小朋友可以来多多参与 然后一起参与我们的年货大街 农业处长陈淑文提到 今年招集共计90家摊商共襄盛举规划四大区域 如特色排队民店区的加持注点 传统南北年货专区 花莲优质农于特产品区 年结伴手礼区 带来经济实惠的价格 消费满250元即可获得摩彩券及好运收集游戏券各一张 每日抽出电视、年菜组等万元好礼 追踪日压轴更抽出iPhone15等多项3C及家电大奖 现场也发送限量1500份的折价券红包 承判商亲有新体验并购逐春节必需品 迎接龙年情大运的新气象和好运势 记者长邦彦林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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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